我们最后报道 吴敦义 终于到下午的时候 吴敦义现身了 他也急着澄清 说因为自己行程很紧凑 没办法说要游泳就游泳 要泼水就泼水的 但是真的对民众造成不变了 他表达歉意 省引了一上午 行政院长吴敦义下午终于现身 见到媒体急着澄清 泼水节却下令不准泼水 闹出了争议 我到场以前有一小段时间 给民众造成不变 这要表示歉意 我不可能 跑游泳的 我就去下水游泳 泼水就一起泼水 实际上有难度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请多包含 惹出民怨 吴敦义表示建议坦诚 维安沟通的确出问题 也许维安的同仁的联系上 说的跟听的可能议会不一样 后来主办单位 颜理长 都有公开讲说 大概是听错了 头版头条讲说 现场动算声加油声不断 宛如助选大会 气氛害到不行 我哪里知道之前 有那种通知说 通知说我不能去 参加泼水的活动 吴敦义不忘搬出报纸 辩驳民众 没斗端还狠支持他 争议一出 上午吴敦义突然人间蒸发 请副院长代打出席活动 但陈冲开口 似乎也没挺他 我这个十五分钟前吧 十五分钟 对 但我也要改变我的行程 任何一个场合 可能他都有他一些习惯 或者做法了 当然我们都 原则上去以前都会尽量尊重 那除非有其他的顾虑 可能说会跟人家协调一下 泼水节不泼水 还下令把水倒光光 吴敦义为安 行程考量 恐怕要更贴近明星才行 三级新闻做不到 没错 真的是要贴近明星才可以 尤其这样好端端的泼水节 因为吴魁赶着要去涮拖 他要去参加婚礼 说西装不能湿 民众被破 就要倒掉他们手上的水 大家都很不服气 不过呢 我们来看一下习俗吧 如果按照缅甸当地的习俗 你去参加泼水节 可是你没有被水泼到的话 你可能就接受不到 别人给的福气咯 果不其然 吴魁接着赶去参加的婚礼 不但自己迟到了 现场新娘还太热 差点昏倒 上一秒玩水玩得好开心 下一秒水刚被清空 全都因为吴院长丽玲 不能被水给泼到 那等一下要去跟他证婚 要去讲话 所以我等一下都要打上领带 我这一泼了一身水 就没有办法搭高点 要续托赶婚礼 没想到迟了没赶上 还把人家新娘给热晕 吴敦义把人家大喜之日 杀了风景 泰勉当地人说 可能跟他没完成泼水习俗 脱不了关系 没有被泼到 运气就会不大好 如果没有泼到的话 可以就是没有运气吧 那是不礼貌 这里是新北市每年都热闹举行泼水节的缅甸街 当地泰勉移民都异口同声说 水就是福气 所以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 才会每年举办泼水节 用纯净的清水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 你先泼得很凶啊 追到家里面去泼得也有 别人跟你说祈福 你不要的话 你不觉得心里面就会有一点负担吗 你运气不好的话 你泼那个水 以后就运气比较好 福气 人人爱 但无愧似乎怕麻烦 宁愿躲掉福气 也不要在赶行程前 多戴一套西装 夏令新闻 完全白桥英 台北草报道 另外921大地震 即将戒满12年了 那么当时说到波及的台北市 豪门市家大楼54名住户 这国陪的